回到家打開冰箱要拿冰敷帶的時候 我居然也被自己嚇歪了 冰箱裡的內容物居然只佔了整個冰箱的10% 我不禁開始思考 我真的需要冰箱嗎 於是我決定在過年回老家之前 把冰箱清空拔掉電源 嘗試體驗沒有冰箱的生活 今天就要來跟大家分享 斷捨離冰箱後的生活改變 四個更健康更省錢 我自己平時吃泡麵的習慣是一定要額外加料 沒辦法單吃泡麵 那現在家裡沒有冷藏的蛋跟蔬菜等等的 我就少了很多吃泡麵的次數 所以我買以外沒有了冰箱之後 身體反而變得更健康了 除此之外也因為開火的次數減少 現在一桶瓦斯可以用超久 還有就是不用再供電給冰箱了 當然又省了一筆電費 前陣子去的朋友家 我被他多才多姿的冰箱給嚇歪了 明明沒有再煮飯 冰箱卻可以長得跟阿嬤的冰箱一樣 後來我回到家打開冰箱拿冰敷袋的時候 我居然也被自己嚇歪了 冰箱裡的內容物居然只佔了整個冰箱的10% 冷藏就是放一些總是用不完的醬料 總是忘記吃的燕麥 還有總是愛上冷淡淡 冷凍的東西又更少了 只有冰塊、冰敷袋 跟一樣總是會忘記吃的冷凍蔬菜 我不禁開始思考 我真的需要冰箱嗎 於是我決定在過年回老家之前 把冰箱清空拔掉店員 嘗試體驗沒有冰箱的生活 今天就要來跟大家分享 斷捨離冰箱後的生活改變 第一個 外食以自助餐為主 其實早餐不外乎就是早餐店的蛋餅 午餐通常是自助餐 那晚餐之前會為了健康 所以自己料理 那現在沒有冰箱可以冷藏蔬菜 所以晚餐也是自助餐 會以自助餐為主 會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是菜色豐富 比較好做到營養俱衡 第二個是我食量偏小 為了不浪費食物 所以沒有選擇便當 那我會特別挑那種 可以自己夾菜的自助餐 營養比例的分配就是 青菜是蛋白質的兩倍 然後再搭配半碗白飯 第二個 購買常溫保存的水果 剛剛前面有提到嘛 因為我每餐吃的份量比較少 所以其實蠻容易餓的 其實上班來就會幫自己 準備一些水果當作下午茶 以前我冰箱的時候 想吃什麼就會買什麼 但現在就會特別挑那種 可以不用冷藏的水果 像蘋果、枣子、橘子、柿子等等的 選擇還是很多 那份量我就會抓差不多一個拳頭的大小 一次就可以吃完不用再冷藏 第三個 減少喝冷飲的次數 雖然本身飲食方面就蠻注重健康的了 但我有個壞習慣就是 很愛喝冰冷的飲料 就覺得只要加了冰塊之後 就會變得很好喝 像冰開水、冰美式 但其實我是虛寒體質 現在家裡沒有冰塊的剛好 可以改掉常常喝冷飲的習慣 採取的做法沒有別的 就是說服自己常溫也很好喝 常溫更能品嘗飲品本身的美味 那如果有需要用到冰塊的話 就再去超商買就好了 第四個 更健康、更省錢 我自己平時吃泡麵的習慣是一定要額外加料 沒辦法單吃泡麵 那現在家裡沒有冷藏的蛋跟蔬菜等等的 我就少了很多吃泡麵的次數 連那種吉時中或是調理包也變得很少在吃 所以我買以外沒有了冰箱之後 身體反而變得更健康了 除此之外也因為開火的次數減少 現在一桶瓦斯可以用超久 還有就是不用再供電給冰箱了 當然又省了一筆電費 第五個 吃多少、買多少 如果哪天突然心血來潮 想要自己下廚的話 蔬菜我會買那種一天就可以煮完的份量 不會為了湊特價而買多 另外業賣部分也可以購買獨立的小包裝 或是到無包裝商店 消費也是很棒的選擇 而且體驗沒有冰箱的生活大概快兩個月了 現在在外面購買蔬的時候 不會再以價錢為優先考量 反而會先考慮需不需要冷藏 而且因為有這樣的提前思考 能為自己減少很多不方便的機會 或許還是會有人認為買的少很不划算 但我認為吃不完浪費才是最不划算的 記得冰箱是用來保存食物 不是用來囤積食物的 沒有意外的話 我會想繼續體驗沒有冰箱的生活 允許會不會難請您耍